哎呦 下次 哪里来的 给我滚回哪里 宴会台上 苏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将唐之一带下去了 唐盛拿起话筒 刚准备开口 就被走过来的唐启接了过去 抱歉 弟弟不懂事 让各位受惊了 为表歉意 唐启给各位背了一些保理 还望各位叔叔伯伯给小辈一些面子 回头订当上门拜访 唐启一句话 将场子空了回来 底下的人附和着 原本冷下的气氛也渐渐回穿 唐盛眼里总算有一丝笑意 两人下了台 开始和其他人攀谈 话题围绕着唐启的年少人 聊得不亦乐乎 宴会一散去 唐生立马上了名字 他环视一圈 身旁的唐启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陈管家 听到声音的陈管家马上跑过来 微微拱着身子 先生 唐启和唐月呢 大少爷刚刚离开了 小少爷 小少爷从宴会溜出去后 就没找到人 给我去找 找到了 把他给我带到书房来 是 更衣室内 苏瑶和唐盛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 爸 妈 丢人现眼的玩意 唐之义并没得到预想中的关心 反而迎来了一声呵斥 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 早知道你这么丢人现眼 就不该认你回来 唐之义猛地抬头看向他 眼神带着些委屈 爸 这是个意外 我也被吓到了 就一只畜生把你吓成这样子 你还能干点什么 唐丸怎么就不会被吓到 你看看你 整个人和贫民窟那些泼妇有什么不一样 我唐盛的脸都被你丢尽 梦婉 又是梦婉 唐之义击开了拳头 将恨意全都埋在心里 爸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保证再也不会这样了 再有下次 哪里来的 给我滚回哪里 唐盛越看唐之义越觉得烦 甩手离开 门被重重关心 唐之义被吓了一跳 他满是惶恐 如果失去了唐盛的信赖 那他精心策划的这一场千金归位的戏码就全都废掉了 想到那破旧的 散发着酸味的居民楼 唐之义心里的恐慌越发扩散 妈 妈 你还有脸叫吗 我苏瑶不需要一个会让自己丢脸的女儿 苏瑶的声音就像一把利刃压在她的心上 也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在她的身上 门打开又被住口关上 而这一次唐之义没有被吓到 她跪坐在地上 神情有些癫狂 另一边 蓝星回到了酒馆后 立马给孟婉打去了电话 婉 看到我发给你的视频没有 我要笑死了 这两个人一白脸一黑脸 可真是一个局啊 看到了 宴会这么快就结束了 没呢 我热闹看完就跑出来了 你回来没 在路上了 阿姨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我三哥最近还行吗 状态还行 稳定吸收客源中 放心吧 且不说他是你哥 就单论他是我店里的店员 也不能再给别人欺负了 新的助唱歌手找得怎么样 哪有那么好找 又要长得帅的 又要唱歌好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你还给我挖走了 我这边留意一下 回头推给你 算你有良心 先挂了 明天见 到 明天见 车子缓慢行驶 直到确认无法进入巷子才停不下来 就停在这里吧 回去记得登记一下加班条 好的 谢谢老板 孟婉下了车 顺手给孟之里发了条消息 对方没回 他也没在意 就像是单纯为了完成任务 他将手机收起来 独自一人走进巷子 要到的时候 恰好看见孟之里站在路灯下和一个人在交谈着什么 旁边停着一辆车 哥 哦 婉婉 听到声音的男子也转过头去 恰好与孟婉对上了视线 晚上好啊 我的妹妹 唐琪 你怎么在这里 还有 我现在姓孟 你妹妹可不在这 真冷漠啊 好歹也朝夕相处了十八年 孟婉刚走过来 一个黑影窜了出来 孟之里脸色一眼 还没喊出口 就见孟婉手一回 霸王龙 坐下 霸王龙在要扑倒孟婉前乖乖坐了下来 尾巴使劲晃着 看起来极为兴奋 其 一点都不好玩 略微稚嫩的声音响起 孟婉这才知道唐月也在 刚才过来的时候被车挡住了 只能看到唐琪和孟之里 唐月 唐婉 好久不见啊 你们来干什么 接你回去 唐月早就猜到唐琪会过来找孟婉 所以早就躲在了车里 唐琪当然是不愿意的 但闹起来只会引人注意 只能带着她过来 接我回去 孟婉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她走到孟之里身边 给了她一个眼神 示意她不用担心 是啊 这里又脏又破又小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你脑子没事吧 臭小子闭嘴 你出国前我就说过了 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这些话 我就把你的游戏卡全都注销 唐婉 我叫孟婉 两人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让着谁 战争一触即发之际 两人同时看向唐琪 唐琪 管好你的弟弟 唐琪 管好你的妹妹 我不是他妹妹 尽管再半嘴 孟婉还是很快反驳了唐月的话 我给你在国外置办了一个庄园 后天和我一起去帝国吧 算了吧 我这好不容易才从你们唐家这个狼窝出来 为什么还要跳进去 那就和我去外国 孟婉弯着腰语唐丽平视 对着她微微一笑 小屁孩 还是带着你的狗回车上去 唐月不满 大眼睛里满是控诉 要不是她会删掉她的游戏卡 她早就让霸王龙咬她了 孟婉却没有理会唐月心里的弯弯绕绕 她只起身 看向唐琪 天色不早了 两位唐家少爷 还是早点回去吧 毕竟你们的妹妹在唐家 叫唐之义 我呢 叫孟婉 孟婉特意在两个心事上加重了名量 一字一句 再清楚不过 走吧哥 咱们回家 好 孟婉背过身 孟知里立马跟上 她回头看了一眼唐琪 别看了 赶紧走 孟婉加快了脚步 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孟知里接收到信号 也加快了步伐 可下一秒 一声声狗叫回荡在巷子里 孟婉走得越快 狗就叫得越方快 连带着巷子附近的狗也跟着叫唐 唐琪 你还真是越来越狗啊 婉婉 孟婉没回孟知里的话 而是停下脚步 给自己做了个深呼吸后 才转过身来 你们两个想来的话 还不赶紧跟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